第21章 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显然 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然。 他怎样显然记在下面, 有西门彼得和称为底土马的多马, 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蛋液, 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 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 西门彼得对他们说, 我打鱼去。 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 他们就出去上了船, 哪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 得满望如。 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 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 耶稣就对他们说, 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 他们回答说,没有。 耶稣说,你们把网杀在船的右边, 就必得着。 他们便杀下网去, 竟拉不上来了, 因为余甚多。 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 是主。 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 一听见是主, 就促上一件外衣, 跳在海里, 其余的门徒。 离岸不远, 若有二百爪, 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 他们上了岸, 就看见那里有炭火, 上面有鱼, 又有饼。 耶稣对他们说, 把钢材打的鱼, 拿几条来。 西门彼得就去, 把网拉到岸上, 那网满了大鱼, 共一百五十三条。 雨需这样多, 望却没有破。 耶稣说, 你门来吃早饭, 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 你是谁? 因为知道是主, 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 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 向门徒显现, 这是第三次。 查彼得爱主之心。 他们吃完了早饭, 耶稣对西门彼得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彼得说, 主呀, 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对他说, 你喂养我的小羊。 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吗? 彼得说, 主呀, 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 你牧养我的羊。 第三次对他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吗? 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 你爱我吗? 就优秀。 对耶稣说, 主呀, 你是无所不知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 你喂养我的羊。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你年少的时候, 自己促上带子, 随意往来。 但年老的时候, 你要伸出手来, 别人要把你促上, 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 耶稣说这话, 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 荣耀上帝。 说了这话, 就对他说, 你跟从我吧。 彼得转过来, 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 就是在晚饭的时候, 靠着耶稣空堂, 说, 主呀, 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 彼得看见他, 就问耶稣说, 主呀, 这人将来如何? 耶稣对他说, 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 愿你何干? 你跟从我吧。 于是这话存在弟兄中间, 说那门徒不死, 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 乃是说, 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 愿你何干? 为这些事作见证, 并且记载这些事的, 就是这门徒。 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 耶稣所行的事, 还有去多, 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 我想所写的书, 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